诗诗纪第十一章 激烈人耶弗塔是个英勇的战士 他是个妓女的儿子 耶弗塔是激烈所生的 激烈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几个儿子 他妻子的儿子长大了 就把耶弗塔赶出去 对他说 你不可以在我们的富家继承产业 因为你是另一个富人的儿子 耶弗塔就从他的兄弟面前逃跑 住在陀伯地 有些无赖聚集到他那里 与他一起出入 过了些日子 雅门人与以色列人征战 雅门人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 激烈的众长老就去 把耶弗塔从陀伯请回来 他们对耶弗塔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统帅 我们好攻打雅门人 耶弗塔对激烈的长老说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 敢逐我离开我的富家吗 现在你们遭遇患难的时候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激烈的长老对耶弗塔说 现在我们回到你这里来 是要你与我们一同回去 与雅门人征战 你要做我们激烈所有居民的首领 耶弗塔对激烈的长老说 如果你们带我回去攻打 雅门人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面前 那么我就可以做你们的首领吗 激烈的长老对耶弗塔说 有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证 我们必定照着你的话行 于是耶弗塔与激烈的长老一同回去了 众人就立耶弗塔做他们的首领 做他们的统帅 耶弗塔在米斯巴 在耶和华面前 把自己的一切话都说了出来 耶弗塔派遣使者去见雅门人的王 说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进到我这里来攻打我的土地呢 雅门人的王对耶弗塔的使者说 因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夺了我的土地 从雅难河到雅伯河 直到约旦河 现在你要把他和和平平地交还 耶弗塔又再派使者去见雅门人的王 对他说 耶弗塔这样说 以色列人并没有夺取过摩亚地 和雅门人的土地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是走过旷野到红海 到了加低斯 就派遣使者去见以东王 说 求你让我们经过你的领土 以东王却不答应 又派遣使者去见摩亚王 摩亚王也不肯 以色列人就住在加低斯 以后他们走过旷野 绕过以东地和摩亚地 到了摩亚地的东边 在雅难河那边安营 他们并没有进入摩亚境内 因为雅难河是摩亚的边界 以色列人又派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红 就是西石本王 对他说 求你让我们经过你的领土 到我们自己的地方去 西红却不信任以色列人 不让他们经过他的境界 西红聚集了他所有的人民 在雅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把西红和他所有的人民 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以色列人击杀了他们 夺取了住在那地的亚摩利人的权地 占领了亚摩利人四周的境界 从雅难河到雅伯河 从旷野直到约旦河 现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已经把亚摩利人 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前赶走了 你竟要占有这地吗 你不是应占有你的神 基末要你占有的地吗 我们不是应占有耶和华我们的神 从我们面前赶走的人的一切地吗 现在 难道你比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 他曾经与以色列人争敬吗 或是与以色列人交战过吗 以色列人住在西石本和属西石本的村镇 亚罗尔和亚罗尔的村镇 以及亚难河沿岸的一切城市 已经有三百年了 在这时期内 你们为什么没有夺回这些地方呢 我没有得罪你 你竟恶待我 攻打我 愿审判者耶和华 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 但亚门人的王不听从耶弗他 差派人去对他所说的话 那时耶和华的灵临到耶弗他身上 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 经过基列的米斯巴 又从基列的米斯巴去到亚门人那里 耶弗他向耶和华许愿说 如果你真的把亚门人交在我手里 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谁先从我的家门出来迎接我 他就必归耶和华 我也必把他当作繁迹 于是耶弗他去到亚门人那里攻打他们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他手里 于是他从亚罗尔开始攻击他们 去到米诺 直到亚贝勒基拉明 共二十座城 是一场大击杀 这样 亚门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制服了 耶弗他回米斯巴去 到了自己的家 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着舞 出来迎接他 他是耶弗他的独生女 除他以外 耶弗他没有其他的儿女 耶弗他看见了他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说 啊 我的女儿啊 你真使我忧愁 你叫我太作难了 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过口许愿 我不能收回 他对他说 我的父亲呢 你既然向耶和华开过口许了愿 就照着你口里所说的向我行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仇敌 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了仇 他又对自己的父亲说 请你准我这件事吧 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让我和我的同伴去漫游山间 为我的童真哀哭 耶弗他说 你去吧 就让他离去两个月 他就带着他的同伴去了 在山上为他的童真哀哭 两个月后 他回到他的父亲那里 他父亲就照着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 他没有与男人同过房 以后在以色列中有个惯例 以色列的女子 年年都去哀悼基利人耶弗他的女儿 每年四日 anest美 和这些 LOL 优惠 是 努力